Hello大家好,今天每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外婆不幸离世》 孙女为了继续领养老金,竟然把尸体放进了冰箱的电影 把外婆放进冰箱 玛丽是一位艺术品修复师,跟自己的两个好友合伙开了公司 因为技术好经常收到政府的订单 但是下订单快,收钱却是难如登天 所以玛丽以及她的公司渐渐入不敷出 好在靠着外婆的退休金,三人还能支持一阵子 但终于玛丽忍不了了,她准备借助媒体的力量向政府讨薪 却突然接到了外婆说自己要死了的电话 结果回到家里时需惊异常 三人正准备离开,没想到灯一闪,外婆真的离开了人世 可是外婆去世就领不到退休金了 所以几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外婆放到冰箱 假装她还活着,说不定能支撑到政府付钱 虽然玛丽有些不忍心,但为了生存,她还是这样做了 接下来就是讨薪 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提醒她贿赂自己 被玛丽一口拒绝 结果屋子里一个铠甲突然开口说话 要逮捕官员 原来她是税务警察西蒙伪装的 而由于官员犯了法,要被带走 无法签字付钱 几人拉拉扯扯的时候 西蒙穿着铠甲就滚到了楼梯下 隔天玛丽去医院道歉 拜托她不要起诉自己 实际上西蒙对玛丽一见钟情 所以完全不打算追究 而站在门外的同事们却起了别的心思 原来西蒙是一个非常遵纪守法 爱搞敬业的税务警察 以至于把前妻都送上了大厅 离婚之后就彻底变成了工作狂 让手下苦不堪言 所以他们准备给老大介绍一个对象 玛丽看起来非常的符合条件 虽说一开始西蒙义正言辞的拒绝 但被灌醉之后还是说出了 自己其实挺喜欢这个姑娘的 于是在同事的鼓励下 她很快就出现在了玛丽家门口 不会追女孩的她张口就是税务 让玛丽三人有些紧张 因为冰箱里还冻着外婆 玛丽只能找借口搪塞过去 想到外婆在冰箱里有些不保险 所以他们准备解冻 却没想到西蒙去而复返 同事赶紧给外婆化了妆 摆好姿势假装在打牌 这才糊弄了过去 然而在停电的时候 她非常关心玛丽家的冰箱 差点就要摸到外婆的头 玛丽只好选择现身 在这之后西蒙不停的短信问候 让不喜欢她的玛丽差点崩溃 并且或不担心 一个老头蹲守在了门外 一定要见到外婆 玛丽没办法只好化妆成外婆应付 结果刚送走老头 西蒙又找上门来 她是来表白的 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玛丽 两人也很快确定了关系 不过总把外婆放在冰箱 也不是个事 而且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旦事情暴露 自己就要进监狱 所以三人在一商量 决定将外婆送到同事家解冻 恰好遇到西蒙带着手下在路上查车 一打开车门 外婆却不一而非 原来刚刚经过减速带的时候 外婆被颠了出来 顺之路就回到了家门口 被等在那里的老头看见 一路追到了小树林子里 等玛丽他们找到外婆的时候 发现老头也心脏病发去世了 三人赶紧将她的尸体转移 回来一看 外婆居然消失了 其实西蒙早已经通过蛛丝马迹 发现了他们冷冻了外婆 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在监狱里出生 西蒙做了从犯 她已经将外婆运回了家 把这件事情捂了下来 迎聘的最后 四人去参加了老头的葬礼 准备回家看正在被解冻的奶奶 但是同事提醒到 西蒙的工资养孩子还是有点困难 那么外婆到底要不要解冻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